大家好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 本期视频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Costco的冷冻面包胚 在加拿大的Costco这个面包胚有好几种 我今天分享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步履欧修面包胚 这个面包胚要去Costco的烘焙部门找工作人员来购买 这一大箱34块9毛9有340多个 它的英文名字我放在说明栏里 也可以把这个图片给工作人员看 他们就会帮你拿这个面包胚的成品店里有卖 是5块9毛9一大袋 但是我们买回来面包胚都不满足于做这种普通的面包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几款用这个面包胚做出来的花样面包 首先来做抹茶吐司 将两个解冻好的面包胚叠起擀成牛舌状 然后抹上抹茶内馅 抹茶内馅用一小勺的抹茶粉 两大勺融化的无盐黄油 加上一大勺的低筋面粉 然后卷起两头捏紧 重复操作一共卷四个这样的面卷 一个吐司用八个面包生胚 卷好后摆入吐司模具中 放在温暖的地方二次醒发 当面卷发到七八分满的时候就刷上蛋液 用剪刀在每个面卷上斜剪一刀 如果不放馅就直接卷起来做成白吐司 将烤箱预热350华氏度烤35分钟 当烤至第16分钟时 上面要加盖一层锡纸 这样的话颜色不会太重 烤好后拿出来 在烤架上晾凉 刚刚烤好的面包非常的松软 带着浓郁的抹茶香 用Costco这个面包生胚 做出来的吐司非常的稳定 吐司拉丝效果比自己花好几个小时 揉面做出来的效果还好 而且第二天也是一样的松软 用这个面包生胚做吐司 非常的有成就感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蒜香面包 将面包胚取出来室温解冻后 两头稍稍捏紧 捏出一个椭圆形 然后用35克黄油 三瓣蒜泥 加上盐 葱末和欧芹 调成蒜蓉酱 在饧发好的面包胚上 用锋利的小刀划一刀 然后刷上蛋黄液 将拌好的蒜蓉酱挤入裱花袋 或者一个塑料袋中 均匀的挤在面包上 预热烤箱340华氏度烤15分钟左右 出炉后盲目飘香 这个蒜香面包刚刚烤出来的又香又软 如果第二天吃最好微波炉稍微转20秒 作为晚餐包也非常的好 如果不加蒜香也很好吃 质地细腻非常的松软 这个布里欧秀面包胚 做出来的面包就是这样 非常的有弹性 口感特别好 最后再介绍一款长仔包 将室温解冻的面包胚 稍稍拉长一些 然后再继续室温松弛20分钟左右 将从窟窟买来的热狗肠一分为二 中间再切开 加入芝士条 我喜欢在长仔包内加芝士条 这样小朋友们会更喜欢 将饧好的面包胚搓成细长条 长度只要能裹上香肠就可以 然后将面条从热狗的一端卷起 就这样缠绕着卷几圈即可 这样的一个长仔包就做好了 缠好后的长仔包再饧发一会儿 再次饧发大概需要半个小时左右 饧发好的长仔包刷上一层蛋黄液 再在上面撒上几粒黑芝麻 将烤箱预热350华氏度烤13到15分钟即可 如果颜色过浅 可以用烤制档再烤一分钟 看看刚烤好的长仔包里面的芝士都流了出来 是不是非常的诱人 用Costco的面包胚自己在家里做各种各样的面包省时省力 增加了烘焙的自信感 下次您逛Costco的时候也可以买来试一试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